Hello 大家好 這次回到Pocket MMO 如果你看到畫面就知道 我今天想說的話 就不像平常說遊戲內容 而是說MMO裡面的帳號被人封鎖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封鎖時間是由10月2日開始 它是沒有封鎖時間置多久 如果沒有置多久 我自己大膽估計 有機會是永久的 封鎖原因 大家看看封鎖原因就是 與其他人的帳號共享 原因就是分享了帳號 Pocket MMO的一個條件 一概都是不讓有一個共享的帳號存在 所以它就封鎖了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也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而大家都可以聽一下 究竟是我有問題 還是對面官方的處理有問題 我也想 還有其實我想大家都很有興趣知道 因為整件事很好笑 整件事是非常之好笑的 好啦 回到這個畫面 就是一個Pocket MMO的討論區 一個討論區 我呢就在17號開了一個文章 17號開了文章 大概整件事都在 但是這個文章只有我本人可以看到 還有一堆管 他們Pocket MMO的管理員可以看到之外 其他人應該是看不到的 我自己的英文就非常之差 所以呢 很多字都可能文化上有問題 很多東西都有問題 但是不至於 不至於是看不明白的 我自己覺得 可能有少許 有少許可能會搞錯 但是我覺得不至於是看不明白的 好啦 那就是17號開始了 17號 那呢 大概在15號 9月15號那天 那我第一次 就透過遊戲裡面的一個 尋找官方的一個途徑 那就呢 不玩得運官方 因為當時呢 我就不見了那些精靈 那些精靈 那些閃光 還有一堆一百零的寵 還有1200萬 1200萬 那就消失了 那當然第一下 已經知道一定被人 被人入過帳號 然後做過那些事情 不知道做過那些什麼 不知道是寄了一些錢 還是扔了一些寵 那我第一次運回他之後呢 他就說呢 那這個客服呢 這個官方呢 就幫我拿回那些精靈 還有拿回1200萬的 由15號開始 15號 那時候呢 我就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被人偷 因為我 其實很少上線的 其實很少上線 那之後再假一天了 再假一天呢 再假一天 因為那一陣子 我開始又玩了 即是不斷 按一下生雞蛋 有空上線看看 是不是16號 那 那些錢再次不見了 大概是1400萬 因為當時我正在收拾精靈箱 正在收拾一些UV的 那些拿去賣 那所以就有1400萬在身 然後呢 看到呢 這個郵箱裡面 郵件書裡面呢 是看到有一封這樣的郵件 但是我是完全沒有收過的 這一封 這封東西我是完全沒有收過的 不是沒有收 是之前是一直都沒有收過的 是錢不見了之後呢 就看到這封信了 這封信 那就是16號 16號呢 有一個叫STUPIB的人呢 發了一封信給我說呢 他是小偷 這個我一開始我也不知道 但是透過翻譯 我就知道他是 偷東西啦 I am 即是我是小偷哈哈的意思 好 那很明顯 就是那些錢被人入過 然後不見了 OK 那這些 這些細節的位置 我有些寫錯了 這裡應該寫10 這個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十幾號 因為我沒有確實的日期 因為有兩次紀錄 第二次就應該是15至16號 15至16號左右 好 第一個遊戲管理員 這個叫KI的管理員 他就說 你有沒有曾經 將我的帳號 分享過給其他人 如果有的話 請你一些 對話記錄 CAP出來 大家如果 大家都看到 這個第一個 他就說 有沒有曾經共享過 那我在這裡 可以很肯定說 我是完全沒有 share過 那個帳號給別人 對 我是完全沒有share過 好 那之後再回答他 沒有啦 那當然啦 文化上可能有些問題啦 那大家如果懂英文 大家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其實是否認識英文 OK 那這裡 這裡來了 那這裡呢 就 比較難 我都要用翻譯了 對啦 嗯 那這裡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 問你有沒有 進入過一些 可以聲稱免費 提供課金的網站 或者是會透露到帳號的 對啦 那我當然也是沒有啦 因為我完全沒有課金 亦都沒有任何 的登入網站 什麼要給資料的 OK 好 那這裡都說了啦 那個錢呢 是很確定呢 就是在 遊戲裡面的帳戶 那個email寄出來的 對啦 那錢呢 就是通過遊戲裡面的 的郵件 寄給其他人啦 如果 那但是呢 我們需要知道 他怎樣做到 這個行動 對啦 好 那我再回答 我完全沒有 share過任何東西 或者是在帳號 給過任何的 帳戶的情況 那我自己都回答 我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他可以進入 不過當然都是英文上 有點文化問題 OK 那他之後就再次問了 這筆錢是通過郵件 由你的帳號 寄出來的 所以呢 我還是要再問多一次 So I will ask one more time 就是我還是要再問多一次 為什麼要share 其他的玩家 把帳號 我不知道他是選帳號 還是錢 應該是選帳號 他直接就說 為什麼你要和其他人 share帳號 對啦 那這裡我又再回答 我就沒有 不是 這個可能有些文化上的錯誤 我不知道是否 那我就完全沒有share帳號 給其他人 對啦 有人呢 login了我的帳號 然後send了一筆錢 給其他人的email 那我也保證 我自己是完全沒有send過錢的 對啦 那我也說了一千萬 那麼大筆錢 我是不會想做 寄錢給其他人 而且還有一個冒著風險 老實說 好啦 那又再問多次 這位 這位是Bear 那如果要入你的帳號的話 那有其中一個人 他需要有一個驗證碼 就是通常如果你換了其他設備 他需要你入這個驗證碼 對啦 那我大概呢 我是完全沒有燈 完全是沒有 什麼驗證碼那些的 對啦 必須有權難訪問 即是這個驗證碼 當他登入第一次的時候要驗證碼 他是怎樣做到的 How this could How this could happen 對啦 然後這裡再來啦 再問多次 是不是把這個數據輸入給任何網站和其他玩家共享了 對啦 這個網站或者 分享了其他資訊給其他的玩家 對啦 給其他的玩家 再問多一次 那我都回答了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查回自己的電郵 我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的驗證碼 那唯一一樣我自己有發現到的就是 我改了密碼之後 因為我之後有改到密碼的遊戲的密碼 我改了密碼之後 他是有記驗證的 但是在之前是一封驗證都沒有的 對啦 那我看回自己的email login的一個記錄活動 完全沒有發現有任何的問題 那我在14號也曾經第一次講過問問 因為14號那時 14、15號那時已經是被人偷過一次東西 我是完全沒有進入其他網站輸入資料 只是PokeMMO和PokeMMO的一個論壇 好 那這個人又來了 那他就說似乎你不太想跟我們合作 所以我決定禁止你的帳戶的一個共享帳號 因為 這裡是什麼 我們決定禁止你的帳戶 原因就是因為 Share 帳戶 共享帳戶 這裡 任何玩家都不可以進入你的帳戶 並且匯錢 這裡是什麼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進入你的帳戶 並且寄錢 因為他是需要進入一個驗證碼 大家剛才我都有說到 他一定要有一個驗證碼 他才可以進入 如果在其他的情況下 如果你有任何申訴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到這個網站 那我當然第一時間一定要上訴 因為這些不是我的錯 現在說到他是我的錯 他並且還處理那個騙人 即是偷錢那個 祝你今天愉快 那他這裡就已經關閉了那個主題 不再接受回復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慢慢看一下 好 那 好老實說 他那個 他那個論點就是 他是非常相信他驗證碼那一套 即是其他人進去 其他人的帳戶 他一定要驗證碼 但是我是很 我是沒有什麼印象 進入MMO是要進入驗證碼的 就算我換了電腦 就算我換了電腦 因為那個電腦的設備又不同了 那個設備又不同了 所以呢 我沒有進入過驗證碼 可能他是跟IP位置還是怎樣 但是我沒有進入過驗證碼 我沒有進入過驗證碼 同時他就說我是共享帳號 那如果是共享帳號 怎麼會出我這一封 我是小偷哈哈的一封信 他這裡小偷已經表明 他自己是小偷 偷了我的錢 但是他依然 表示我是一個 共享帳號 共享帳號 還有 一直他都 其實由第二個回復 他已經開始不停問我 為什麼要和其他人分享我的帳號 如果我真的共享帳號 我還會不會特意去回報給官方 等自己冒著這個被封的風險 去回報給官方 然後等他去徹查呢 如果假設我和A 我和A共享帳號 然後A拿了我的錢 其實我沒有什麼可以說 因為這些本來就不是一個好的事件 或者怎樣 去到 即使我被人偷錢 就 譬如我和朋友A 朋友A拿了我的錢 那我也沒有辦法 難道我一起攬炒 對,唯一解釋就是攬炒 但是我 絕對不會想著攬炒 我這裡打了一大段東西 給大家看看 這裡的封號 新數就是這裡的新數 OK 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我這裡首先用中文 因為我本身就是用中文 本身用中文對話 這裡我直接用中文 但我也是照問他有中文還是英文 那我就有一大段中文 我不管他現在中還是英 現在 首先對於帳號封的一事 我是完全沒有分享過 就如我現在所說 我是完全沒有分享過給其他人 這個帳號 玩了一千個小時 由2018年5月開始 大家有印象都記得 至於那位高級管理人 Bear 稱其他人帳號 入了帳號 要有驗證碼 我這個程序都聽說過 但是我完全沒有這個驗證碼的系統 我是沒有什麼看過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他可以按相信自己的系統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系統 立即稱這是分享帳號 我絕對不會認同 也沒有一個不打算合作的態度 大家剛才也看到他說我不打算合作的態度 整個事發經 大家剛才也聽到 遊戲都收到郵件說自己是小偷 然後再次通知管理員 之後就被人封了帳號 大家剛才也聽過 說我不合作 為什麼呢 要分享其他人 我也說過自己的錢被人偷了 精靈不見了 回報官方 把帳號封鎖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我也再次重新 我完全沒有分享過帳號 這裡也說到 我所有的一個 由2018年5月開始玩 有很多工會活動 Youtube Live 我也有推出過 我直接告訴你 我Youtube Live 曾經跟其他人活動 玩家對戰捉寵活動 這是什麼 沒有玩過最長的 Program的遊戲 如果錢 其實這裡是最後 如果錢被人偷了 你們處理不到 或者追查不到誰 偷了我的錢 我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簡單一點 我當自己黑仔 我當自己黑仔 因為我的密碼 其實不算很難 不複雜 只要我精靈在這裡 我的帳號 錢沒有了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 官方就選擇封鎖了我的帳號 封鎖了我的帳號 說我在共用帳號 我就絕對不可以接受這個結果 因為現在正常來說 就是我被人偷錢 我被人偷錢 接著我報警 報警說我洗黑錢 說我本人洗黑錢 接著拘捕了我 接著 賊都拘捕了我 但是他都堅稱說我是洗黑錢 之後我坐牢 以及賊一起坐牢 對 為什麼你要被人偷錢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為什麼要被人偷錢 為什麼你要被人偷錢 情況就是這樣 我沒有錢 大不了再找過 老實說千萬 但是老實說 我自己會不會再繼續玩 如果這次他玩不到給我 我真的不會再玩 老實說 但是現在連帳號都沒有賣 帳號都沒有賣 就很糟糕了 我之後再補回 昨晚凌晨3點 3點7 還是3點9 3點9 我是很晚才回覆 因為他5點5個小時前 大概是晚上11點才回覆 他最後封我最後的回覆 那個行為 那個高級管理員就是 剛才的Bear 請我分享帳號 他是基於什麼理由下判斷呢 我剛才也說過 他自己就是咬緊一個理由 就是說 其他人進來的帳號一定要有嚴証碼 但是我沒有收過 對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而判斷 我是給了一個嚴証碼給其他人 但是我完全沒有收過 我這裡也問了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都有問題 很多東西都可以檢查到 但是他呢 他就直接封了帳號 然後草操鳥事關閉了 還有大家看看 現在 我發佈在9月17日 第一個回覆是9月23日 之後再回覆 然後9月24日 25日再回覆 接著是說10月 這個不是10月 週三 週三是差不多10月1日 即是隔了5天才回覆 隔了5天再回覆 然後這個又再回覆 然後最後就封鎖了帳號 完全沒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我這裡就直接問了 上次寄錢是什麼位置的IP 我想應該官方是一定查得出的 因為所有遊戲進入伺服器系統 你是沒可能查不到是什麼IP 那寄錢的IP是什麼 究竟跟我這個IP又相不相同 這個就可以查出異樣 我不會無端端 我不會無端端去到 不知道什麼美國那些地方 然後寄錢 是不是 然後還可以查回 那個IP有什麼帳號 一樣可以查得出 對了 我帳號 在小偷登入的時候 有沒有發出過嚴證碼郵件呢 有沒有發出過嚴證碼郵件呢 那這個東西 他們一樣都可以查得出 沒有可能查不出的 如果有寄到嚴證碼 譬如你登入了 譬如你在A的電腦登入 之後突然在B的電腦登入 那你B的電腦需要有嚴證碼 要有嚴證碼的時候 他寄過一下 官方一定已經知道 這個帳號曾經有 有嚴證碼這個 郵件寄出過 好了 我都說到 如果我自己的共享 我還會冒著風障的風險 回報官方 這裡都說過 最後我就問了 為什麼要封鎖回復功能 都說過 一直內心回復 誠實回答 為什麼不可以討論事件 而是直接表示封鎖 表示分兩帳號 並且關鐵封鎖 合不合理呢 我這裡都直接打完 反正他都不知道看不看 因為我本身如果用書面遇打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對於現在這個情況來講 我都可以透過這個就這樣說出來 如果真的 我的帳號 如果真的這個共享帳號 會不會還出現一位 自稱是小偷 由於表明是他偷走了我的錢 正常邏輯底下都不會是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賊 自首 去偷錢 就是 這個情況就是 我開一間珠寶店 那個小偷 偷了珠寶店的東西 然後表明 是我偷了他的錢 是我偷了這間珠寶店的錢 然後 他兩個人都拘捕了 老闆拘捕了 小偷拘捕了 拘捕小偷的理由當然就是偷錢 拘捕老闆的理由就是 為什麼你要跟他共享珠寶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跟他共享珠寶 然後就偷了 然後就鎖了我 如果真的共享珠寶店 會不會出現這封信 會不會有這封信的存在 一位表明自己是小偷的 就是這樣打 就這樣打 其實很多東西都有疑問 很多東西都有一個問號 譬如如果真的偷錢,他還會不會直接發封信 應該是說共享帳號會不會直接發封信我是小偷這麼弱智 會不會這麼弱智,就算我跟其他人共享 我跟其他人共享,他拿了我的東西我一定知道,如果我有登入 譬如我1000萬在裡面,我跟A共享,A拿了1000萬 我一定知道,他還會不會發封信說我是小偷這麼弱智 我跟他認識的 他還會不會這樣發封信過來,很多東西都有疑問,很多邏輯問題 雖然你要硬說話都可以說得到,但是 那個情況很少會發生,不是這麼多巧合 那我這裡不會直接給貼算 負件,負件他要我才打,上面在上述網站中火罩 這裡還要覆,我看看他什麼時候覆 我現在是10月3日 10月3日我就已經... 給了兩個,OK,沒問題 好,OK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就是這樣 就是由一開始被人偷了 第一,我是被人偷了兩次錢 第一次我已經過了最後,第二次也是被人偷了 我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二次官方,他就表示就是共享最後 大家都知道,共享帳號已經封了帳號 這裡 他最囂張的地方就是,他就說由於 你似乎不是很想跟我們合作 所以我決定禁止你的帳號 你說是不是弱子 簡單來說就是好像現在的香港 香港的荒謬情況一樣 香港的荒謬情況一樣 這個事件是一樣,一模一樣 完全是... 你可以當是妄想的一個荒謬 可能... 大家會覺得... 好像很好笑,很奇怪 但事實上他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官方可以垃圾到這樣 其實他現在就算給我一千萬 其實我自己也沒什麼... 即是第一次千四萬 其實我也沒什麼心機想玩 因為他很多東西... 為什麼我要玩回 就是因為第一次官方做事做得快 他半個小時已經給我了 第一次被人偷了 被人偷錢 然後精靈不見了 第一次半個小時已經找回 這次是半個月都沒有 半個月你才跟我處理 還要封了我的帳號 17日開始 17日開始這裡 差不多已經半個月了 急著3日 3日才落實最後封鎖我的帳號 差不多半個月了 半個月時間 那究竟是營運有事 還是他根本不想處理 他現在給了一個態度 就是他根本不想處理 他說封就封 現在MMO是 這裡也說了一些題外話 不說這件事 就是遊戲內容 遊戲內容本身也存在著很多大的問題 比如就是... 最新白金的更新 大家都知道 最新PVP禁止了 烈亞綠莎出場 你說是不是弱智 就是你整個新版本出來 大家就是想玩新的精靈 然後你再封回那隻烈亞綠莎 大家都想用烈亞綠莎 然後封了他 我是完全不知道 那你跟新白金做什麼 只是被人用其他 但你其他都可以按 既然是這樣 那為什麼只要禁止烈亞綠莎呢 只要禁止烈亞綠莎 好了 接著另一樣 另一樣 本身一開始有很多 很多東西可以說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捉重的捕捉率 很多東西都改了 全部都改頭緩面 如果大家又找回更新的情況 或者如果你有看到更新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他很多東西都試圖打壓了 就是... 玩家賺錢的一個方法 譬如... 本來搬尊是一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這個護符金幣 但是護符金幣改為時間制 改為不是永久一次性 一次性不知三十分鐘 還是一小時 我完全沒有用過 加了一些事情 就是你一個小時 不斷跑到其他道館 或者在NPC打 是一個極度白癡的行為 接著天王就不斷改 大家都知道 天王是不斷不斷改的 還有就是把一些道具 變成時限 變成時限 即是這個幸運彈也變成了 那麼... 幸運彈就是之前... 百多萬幾十萬一顆的 一個幸運彈 但是這個為時限制 你們會開始感受到 官方是不斷打壓玩家的一些賺錢的方法 你是去到之後 你是完全不知道找到什麼賺錢 即是... 我有其他朋友都是... 都是捉寵 捉寵然後拿去賣 他們都開始找不到吃 對 所以你有時看到 什麼小波震了 那麼多人撿垃圾 就是你找不到其他賺錢方法 你找不到一個有效 或者一個... 即是慢慢賺錢的方法 因為你如果捉寵其實有機會蝕 有機會蝕錢的 哈哈 所以其實是... 開始慢慢你會感受到這隻MMO 開始在沒落 即是... 很多東西你已經是... 玩不到下去 玩不到下去 錢你又賺不到 接著那些BP那些 又不斷降價 不斷降價 接著呢 我曾經聽過就是打... 如果你打一些PVP對戰 如果對手斷線呢 你是沒有PVP收的 這個我自己沒有試過 聽其他人說的 很多東西都在不斷降價 很多東西都在跌 你賺錢的途徑又沒有 打... 打道館打NPC 又沒有以前那麼賺 你真的完全找不到吃 現在在MMO裡面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 越來越沒有人玩呢 我自己覺得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你沒有一些... 有趣的活動 沒有一些有趣的活動 沒有一些有趣的活動 只有一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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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麼華麗大賽 那些這樣的比賽都可以玩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華麗比賽 就算有都是NPC 我不知道有沒有 好像沒有 對 或者做一些道館的活動 你也好 對 就不要只是錶賽 對戰 竹閃活動 我看到每次都是竹蟲活動 然後我就在想 究竟我拿到第一次之後 我拿到那隻蟲有什麼特別呢 對 我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 老實說 因為它那隻竹蟲 拿回來的獎品 是不可以拿出去賣的 對吧 我記得有人提過 是不可以拿出去賣的 那我就在想 究竟我玩這麼久是為了什麼 對 對 以前的話 以前玩這個Pokeman mode 最大的原因就是想通關 通關了之後 當然就想搞活動 但是活動 這隻遊戲本身的內容不好 那我搞不到活動 大家都 當年大家都想玩這個白金 但它多久才出呢 差不多隔兩年 兩年年頭才出 沒有記錯 已經是說 兩年的熱情 應該燒了多少 MMO MMO尤其是這一類型 很老實說 你一個星期沒有什麼特別的更新 其實就漸漸沒有人玩 除非你真的很熱愛對戰 但真的很熱愛對戰 你也不會在MMO玩 老實說 除非你想跟MMO的人玩 我自己如果真的要打Pokemon 為什麼我不玩劍盾 唯一的就是可以跟其他人互動 遊戲的互動性比較大 遊戲最大的優點就是 你的互動性可以大一點 跟其他劍盾的互動性沒有那麼高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們在做什麼 這就是MMO唯一 不是唯一 MMO的特別地方 對了 但是其實很可惜 由一開始 2018年 就是說所有HKMK 又玩過MMO的人 由2018年 如果你是由2018年 中間 例如6月左右開始玩 你可以說 是見證著這個遊戲 的頂 什麼 的巔峰 可不可以說是在香港 在香港市場的一個巔峰情況 以及現在的 沒落的情況 由一開始 其實大家都 大家都 賺錢很簡單 賺錢很簡單 然後 偷東西 收拾東西 然後又賺到錢 好像什麼北變之石 那些 但是北變之石當然現在就跌到不得了 但是還有其他方法 我自己也曾經試過打NPC賺錢 都 就是打完 起碼你都可以打回一隻 5V或者6V的錢回來 差不多 就是跑了全部地區 跑了三個地區 還是四個地區 你都可以 賺到大概幾十萬的錢 但是現在我相信 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 就是你看到錢開始慢慢 少 你就會沒什麼心機打了 少了一個少 可能少了一千多二千 你沒什麼 但是 每一個訓練家都是少千多二千 其實已經很多 還有的就是 嗯 那時候多人玩 就是因為 這隻MMO是互動性強 香港裡面 很多其他Youtuber 都有玩過這隻Pokemon 都有玩Pokemon 因為它互動性強 可以對戰 是一個MMO的形式 去玩這遊戲 跟劍盾有什麼 互動性很低 劍盾最大的問題 就是 不要說劍盾 是Pokemon系列以來最大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 它所有的 遊戲 最後都一定是戰鬥 最後都一定是戰鬥系統 就是 換句話說 就是 所有的 非戰鬥的玩家 其實你玩完一周目之後 你的遊戲 就已經可以不用玩了 就是 玩完過關 通關完劇情 你就沒有東西玩了 所有Pokemon系列 去到最後都是這個結果 你去到最後 你去到最後 可能你說舊版的時候會是這樣 舊版有哪些會是這樣 綠寶石那些你玩完已經不能玩 綠寶石那些真的對戰 但後期那些你是可以控制到 譬如你做一些華麗大賽那些 一些其他一些有趣的活動 你是可以救得回 但是 你看看劍盾就知道 除了戰鬥還有什麼 劍盾除了戰鬥 就只剩下戰鬥 沒有其他東西 生閃 類似跟MMO一樣 但是 我覺得 我覺得Pokemon可以做得更好 不論是MMO還是劍盾 MMO簡直是整個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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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我想大家都覺得有整個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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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 因為真的少了很多人 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人玩 因為這遊戲是有很多中國人玩的 我可以很肯定 香港YMMO的人應該不出10個 即是長期在線的不出10個 或者給到20個以下 一個月的流量 我想20個左右差不多 因為香港工會只有3至4個 人數 現在十多二十個 因為多數都是看其他人是否在 如果其他人不在 你MMO開來也沒什麼意思 因為MMO形式就是這樣 如果其他玩家不在 你的工會沒有人在 你只剩下自己玩 就是單機遊戲 如果你自己信念夠就可以繼續玩 如果你信念不夠 不是說信念不夠 你的興趣不夠就不玩 就是這樣 說到尾就是官方很多東西不足之處 透過這次的帳號被封鎖 一次過說出來 一次過說出來 大概就是這樣 這遊戲 那麼 到最後我拿回帳號 我還會不會再玩呢 如果我拿不到帳號的話 我一定會慢慢跟他繼續聊 我不會被這個帳號死得不明不白 我被人偷 我還要被人封鎖帳號 我被人偷 還要說我洗黑錢拘捕了我 現在 我就不會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現在 然後 我就找一下有沒有其他Pokemon 的遊戲 我就在這裡呼籲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 可以繼續玩 MMO可以繼續玩 是一個好遊戲 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樣覺得 這件事裡面 本來 就不應該這樣發生 或者最後結果不應該這樣的話 那你們可以選擇不要玩 因為你看到這樣的營運 通常一隻遊戲 最講的 遊戲內容是第一 遊戲克服就是第二次 就是看遊戲對待玩家的態度 其實很影響 那個玩家對遊戲的觀感 就是玩下去那個遊戲的觀感 觀感 就是第一次的客服的態度是非常之好 當然他也有問我有沒有分兩個賬號 我當然就是回答沒有 我一定是沒有分兩個賬號 是唯一的賬號就是被人爆了 唯一的理由就是爆了 那如果你的客服做得差的話 那觀感也做得差 好實講 簡單來說就是你在香港買一件東西 然後呢 然後那個老闆的態度是極之差 那你都已經馬上不想買了 這個就是一些 公關一些客服的問題 那由這件事可以看到 其實他的客服是相當之五點的 相當之差 那我覺得 MMO其實已經死了 我自己拿回帳我也不會玩 我拿回帳我也未必會玩 因為其實 遇到這幾個事已經是很麻煩 很... 很興奮很不開心 對了 然後最後還要被人鎖 然後按完 關閉了 但... 同一個... 即是同一個... 即是同一個的... 說法 現在和禁言沒有什麼分別 現在真的簡單 就是去一號桌 一號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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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關上了槍 然後叫我去二號桌 去投訴他的行為 對不對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你客服對玩家的態度 如果不好的話 你玩什麼都覺得沒什麼用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我... 建了一間屋 我建了一間屋 然後我是有鎖門的 也有管理處的 然後有個小偷爆了我的家 我就跟管理處說 然後管理處說報警 報警抓到賊 然後就抓我 說我為什麼要被他爆 被他偷到東西 對了 現在的客服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這個事件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究竟... 在事件當中 究竟哪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 因為這件事很... 好看其他人的 我自己當然就是很主觀地覺得 我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觀眾覺得 究竟客觀來看 這件事... 究竟是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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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現在基本上是豁出去的了 我帳號都被人封了 我有什麼所謂的 我最後已經被你封了 那我就... 在YouTube上說說一下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究竟的客服是做成什麼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客服呢 那大家有眼睛看了 這裡 有眼睛看了 他表示說我是完全不合作的 那我就看看我怎麼不合作 亦都大家可以幫我... 大家幫我可以... 證明究竟我有多不合作呢 好 那今次這條影片比較長 那大家就... 對了 那今次這條影片你們先在這裡 我們PokeMMO 如果有下集就有緣再見 對了